粉絲 杏鮑鮑鮑 讓你都不會餓 我還是有禁止去幫忙 換我 那是換我 你算是說 我 醉養吃 最舒服 歡迎收看每個禮拜六 醉養吃最舒服單元 我是空房Jerry 那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紹的這一道呢 是我們粉絲有留言說 可不可以介紹一道 可以吃的薄的 可以減肥的一道料理的 好 那師傅在這邊就介紹一道 豆酥粉絲 杏鮑鮑鮑 你是不是在殺什麼 進行我們切割的步驟 好 換鏡頭 這邊就不換 這邊他切的就是你在抹刀 先把我們的杏鮑鮑 裁切我們要的尺寸 我們切好的這個杏鮑鮑呢 再來用溫水先糖過的一個冬粉 下一點醬油 然後一點顏色起來 等一下在蒸的時候 就會呈現金黃透亮的感覺 把粉絲先下下來 先鋪底 放上我們的杏鮑鮑 冬粉它沒什麼熱量 然後又有飽足感 那再搭上這些蔬菜 讓你都不會喝 再鋪一點花椰菜 稍微燙過的花椰菜 接下來我們要炒一個素的豆酥 那鍋子熱了 下我們的沙拉油 放我們的薑末 沒有瓦斯嗎 我們過來 大家稍等一下齁 我們馬上就換好囉 原來是王導進去幫忙換瓦斯 謝謝王導 剛剛沒有入鏡嗎 有 看起來很帥 看起來很帥 嘿嘿 換瓦斯之後呢 我們真的有差 這個火馬上就上來啦 好像我們的薑末 換我們的中節末 肉酥 現在就是讓它炒到 像我們在炒蛋 有點起泡 起泡 之後你開菜基本上 還是在一個純素的狀態 之後可能會偏向一些蔬食 比較不侷限在全素方面 因為慢慢就沒梗了對不對 重傷 不能這樣講 因為我們的豆酥 已經有鹽分了齁 所以我們加一點糖 把它綜合一下 就這樣很快速的 把我們的 豆酥炒起來 哇 在我們的星巴筑上面 這個給我吃婚的朋友 拿去放在魚上面 哇 那也不錯 有豆酥魚 接著我們就噴個十分鐘 做給減肥用的 朋友們 等等這一道料理呢 剛好 我們錄影的現場 我們的工作生 剛好也有做這個減肥的動作 所以我們特別邀請他 來幫我們試吃一下 哇 歡迎 怎麼樣 看不到對不對 大口撕下去 你瞬間瘦了 瞬間瘦了 這樣的味道可以嗎 有入味嗎 有 青鮑菇 你一陣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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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的是什麼 那豆酥呢 今天我們這一道料理呢 就完成囉 耶 這一道專門設計給減肥的料理呢 這一道料理呢 什麼 好 那現在這一道 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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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卡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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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來了 師傅回來了